好 五安各位朋友 你好 在今年的7月22號 晚上我們警方接獲報案 有六間分別位於 中環 荔枝閣 將軍澳 紅磡和荃灣 同屬於一個集團的普通話教育中心 是差不多在同一時間被人臨紅油 和貼上收數的字條 我們警方將這六單案件 都列為刑事委懷案處理 而去到今個月的3號 即是8月3號凌晨時分 這個集團在九龍塘的另外一間分校 亦都是被人破壞 有匪徒用一架偷回來的七人車 撞爛分校的鐵集然後逃去 我們西九龍總區重案組 接手調查案件 經過翻查大量的電視和情報搜集 我們迅速鎖定了一個 有黑社會背景的收數團火 並且展開拘捕行動 我們前後一共拘捕了8名 年齡介乎16歲至30歲的中國籍男子 其中兩名被捕人士只有16歲 罪名是刑事委懷和串謀刑事委懷罪行 我們相信已經拘捕了集團骨幹成員 而其中一名被捕人士已經被控以刑事委懷罪 並且一日前在法庭上認罪 並即時判監7個月 其餘被捕人士也獲准暫時保釋 下個月頭再回來報道 我們警方的拘捕行動仍然會繼續 不排除稍後會作出更多拘捕 我們警方留意到 近來在我們西九龍發生的 有關收數的刑事毀壞案件是有上升趨勢 6月有32宗 去到7月有51宗 上升是差不多六成 我都要強調任何人士 只能夠遵從合法的途徑去收債 我們警方會非法嚴厲打擊 任何透過非法行為去收債的活動 我們都強調刑事委懷罪是非常嚴重的 一經定罪最高是可以監禁10年 我們都留意到在這次的案件裏面 有些犯罪集團是利用一些未成年的年輕人去犯案 我們再次強調了 未成年不是一個減免刑責的藉口 任何人士犯法 就算是未成年 都一樣要承擔法律後果 是會有機會被判監禁和留案底 所以我今天的選擇是這麼多 好 麻煩如果有傳媒要提問的 先說出你們的傳媒機構 先說出他們的訊息 就能提出這次的訊息 Do you believe the owner of this Pault now education center was having some financial dispute with others involving investment project but for details I won't go into that so far 這個集團是否一直都有可能借了這些所謂大紀錄數 以及這次涉及的欠了多少錢 還有剛才這件事案件是否有手傷 其實在我們調查裏面 暫時看不到這個集團是有人借過大喜倫數 雖然這班人是非法收債 但是我們相信背後原因是因為這個集團的負責人 是和一些人有些金錢上面的糾紛 牽涉文化都挺大的 所以才會惹來一些有黑社會背景的收數集團去發這些案件 這一連串案件裏面都是沒有人受傷的 即是他們在一起的集團是關心的 沒有人的 都是在凌晨時分 是 沒錯 有沒有說這些金錢都挺大的 都挺大的 都百威數字 好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好 多謝大家今天來到今天的新聞發布會 好 新聞我們來拍照吧 這些是我們在被告人接受的證明的 各位可以 相會長官和證明的警察 因為地理的問題可能要退一點點 可能上機才用 能付出他們controlled 粉絲就好 這條針上面的券 揄即興 即使開動 dum說來 新造大廚 我們在封家由 新造立棚 我們現在從大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